近日,印度阿里陀一对夫妻因在河中过于亲密 当时男子被围观者拖走并为殴而迅速引发国内外网友热议 据悉,事发河流名叫萨拉游河位于圣山高纸山脉以东亦是当地著名的圣河 每年都会吸引大量虔诚的信徒来参加洗礼 事件发酵以后,印度网友迅速分成两派激烈辩论 有网友认为,两夫妻在其他河流中亲热是可以的 但圣河却绝不容许被亵渎 一有网友仔细分析了女子起身调整内衣的动作后 愤怒地指责道,他们可不仅仅是在亲吻 另一方面,支持者则讽刺道 一个男人因亲吻自己妻子而被围殴,大家都觉得很神圣 然而,你们却看不到有人在河流中拉食拉尿 还放骨灰和工业废料 其实,从当时男女被拉开后的状态来看 两人这种行为确实有点欠妥 不过,这种多人为殴的形式一不可取 大家觉得呢?